时间在变,人也在变,生命是一场无法回放的全版电影,有些事不管你如何努力,回不去就是回不去了,世界上最远的距离,不是爱,不是恨,而是熟悉的人,渐渐变得陌生。 在熟悉的号码,也有空号的一天,在痛的记忆,也有待望的一天,在美帝梦,也有苏醒的一天,在爱的人,也有远走的一天,在罗生门的剧情,也有落幕的一天,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,时间会冲淡一切,未来有更长远的路在等着我们。 三长到后才发现,有时你说了真话,你还得和人家道歉,因为你戳穿了事实,所以想要活得顺畅,请时刻带上脑子,做人千万不要太敏感,想太多伤到的反而是自己,说着无心听者有意,随随便便一句话,你都要想东想西琢磨来琢磨去,很多事情,都是听的人记住了,说的人早忘了, 有那么一瞬间,因为一个人的一句话,就像被泼了一盆凉水一样,刷地一下,从头冷到脚,语言这东西,在表达矮意的时候是那么无力,在表达伤害的时候,却又如此锋利。 出门在外,不论别人给你热脸还是冷脸,都别太往心里去,外面的世界,尊重的是背景而非人本身。 朋友之间,不论热脸还是冷脸,也都没关系,真正的交情,交的是内心而非脸色,不必过于在意人与人之间表面的情绪。 至交之人不需要,弯交之人,用不着,你不在乎,他就伤不到你,其别总因为迁就别人就委屈自己。 这个世界没几个人只得你总弯腰,弯腰的时间久了,只会让人习惯于你的低姿态,你的不重要,把没有谁能左右你的情绪,只有你自己不放过自己,不要再熬夜了,谁心里没有故事,只是学会了控制,叫真正的内心强大。 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眼中和嘴上,人生在世,无非是笑笑别人,然后再让别人笑笑自己,使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,来抚衍人生道路上的荆棘坎坷,却很少承认,真正的顺其自然,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想求,而得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